第一次多低了 第一次我先 大家好 我現在就是滿腦子PTS 再婚你是打醒你不會還是 我後來不會說死吧 家裡有個青少年 你真的每天都十字想喝酒 其實他們一開始找的時候 我有說我真的是不喝 可以好量多餐 沒有辦法就是一次吃的吃這樣 所以他們就很貼心 就說還沒關係 小賴怎麼吃啊這樣 然後我們節目裡面 也還會有小鮮肉 就是專門來一起幫忙吃這樣 所以我覺得一台非常的貼心 你想起的一直超多耶 雅浩妮不是真的有想到嗎 其實小豬也很懂事 更不要說老蕭他自己有開始參加 黑珍也很懂事 今天來采花姐也會來 但是光哥是希望他就能克服高期的一方 這麼多 就七點然後不可能啊這樣 剛剛多想找男友嗎 為什麼不想找 因為我們喜歡情歌 哈哈哈哈 你們很好欸 對啊大家應該走幹嘛 對啊 寶寶也是 啊 太成熟了啦 就我覺得他非常勇敢啊 講真的我們也不知道 你知道面對這樣我們也不知道怎麼 因為你說加油啊怎麼這麼屁話 那也只能說 欸你無聊的時候我們就去陪你聊聊天 那因為他現在抵抗力也比較差 所以比較難碰到面 反正就是讓他知道說需要的時候我們都在 就全部都要這樣 前幾天你看到他 對啊 精神非常好 我說你真的一點都不像在話裡的人 他那天精神非常好 氣色啊 狀況啊都很好這樣 那女兒現在狀況都很好 我女兒 現在是國幾 國二啊 她今天精通 沒有 剛剛還收到老師的電話 來 她已經回家休息了 好不好 我捨不得你沒有長大 對啊 她現在就是滿腦子BTS 好 因為我以前就在聽真莉姐說 每天要搶票搶什麼怎樣 我還在想說 好險 因為疫情會這樣不會來開 所以我不用去搶票 結果我來一個線上 對 對啊 因為我之前是有動的 對啊 所以有想要再婚嗎 沒有耶 我就想說動了 反正如果我將來真的有想再婚什麼 至少你不會那時候想說 哎呀 你怎麼那時候沒動了 對啊 那只要動起來 反正她也可以放個好幾百年 對啊 沒差啊 又用就再用 不用就結婚了一點 對啊 因為再婚你是打醒了之後 還是你都會贏 沒有耶 後來不會說死吧 就是去看 就看人家 對啊 那你會想追求像 大S那樣的勇氣嗎 我覺得她真的很有勇氣 嗯 因為我也 離了那麼久的時間 就是你說考慮要再婚 我可能太愛自由了吧 我不曉得 我覺得啊 真的要很有勇氣 對我來講 對啊 但是也真的需要 像她的勇氣 你才會 就再婚 對啊 因為 有時候這種一拖下去 你就單身又習慣了 對啊 那凡事都很難講 對 妳的方便問現在感情狀態嗎 現在忙成這樣子 要找人慰藉一下 來不用了 因為家裡有個青少年 你真的每天都十字想喝酒 妳要看的是體脂 那妳體脂多低啊 體脂有三十字 對 好不好 因為我肌肉重很重 好羨慕喔 很羨慕 好羨慕 對不對 pa 我們無 custom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